1978年10月31號 十大建設之一的南北高速公路 也就是現在中山高速公路 從基隆到高雄全線通車 在中部中沙大橋北端 舉行通車典禮 當時交通部部長林金生主持剪載 附近居民也紛紛趕來觀看 我國的第一條高速公路 1983年10月31號 橫跨淡水河的關渡大橋通車啟用 當地居民與鎮頭 舞龍舞獅等表演 熱烈慶祝 擁有四線道的關渡大橋 是亞洲第一座剛系孔架橋樑 橋深鮮紅亮眼 搭配山光水色 日後成為知名的觀光景點 2000年10月31號 一架新加坡航空的客機 從桃園機場起飛 準備飛往美國洛杉磯 但因為颱風帶來的暴雨 視線不佳 導致起飛失敗 機頭撞地爆炸 猛烈的大火把機艙內燒得面目全非 造成83人死亡的悲劇